那你知道谢尔兰几月份开花吗 也在厕房上几月几月几月 其实你养得好呢 它能一直开 但唯独呢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不爱开 为什么呢 夏季高温呢 它会很热 大部分这种多肉类的 它夏天都会短暂的休眠 你可以理解 就是这种胖胖的这种肉肉 它们中午都睡无觉 只要是夏天 它们都睡无觉 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它不喜欢很高的温度 明白了吗 它一般都在冷凉的时候 就是春秋天 像在广东地区吧 它可能就开的没有 现在我们这个季节 你看都已经上花包了 这个是我们今年 春天卖剩下的一部分 它正在长花包 一般都是在冷凉的时候开 都是春秋天 明白吗 那有点话说 我谢尔兰养得不好 你发现一个什么事吗 你看它会无限长高长长 但是它的根系 你看到没 它并不强大 它是典型的一个啃老竹 如果说你们的 你们的养的这个谢尔兰 你就可以给它拧下来 一拧就下来了 这种一拧 拧 你比方这个 拧下来之后 这种都可以扦插 存活率高达90%多 有的话说 怎么样养的像你现在面前 这种小小的漂漂亮亮的 这个就是它的18岁 最好看的时候 明白吗 这个就相当于 它的30岁 最壮年的时候 你再往后它就老了 它长长了以后 就是完了 它营养就供不上去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可以拧下来 去扦插 懂这个事就行了 一个关于西尔兰的一个养护 对了 最后给大家补充一点 它也是一个短日照的花卉 不喜欢长日照 就是给它七八个小时 转右的光照 别超过八个小时 它更爱开一些 冷凉一些 爱开 好了 别的没事 绝不说 今天点关注一篇 关于西尔兰的事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意 咱们下期见 白了是吧 快哭 哈哈 哈哈 呵呵 呵呵